來,看一看 也買一個 就好了,買這幾個 我是粒主,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雞鎚 剛才看到片段, 我在街寶買的 這隻冷凍雞鎚, 十五元一包 剛剛下貨見到幾新鮮, 也有幾多人買的 我今天想了很久, 都是用蠔油雞鎚 蠔油雞鎚怎麼做, 非常之簡單 我慢慢和大家分享 旁邊那條很棒, 那條是將軍 好, 我現在做給大家看 買回來溶雪, 很多朋友有留言 你這樣溶雪的, 要浸水的 你應該慢慢放在雪櫃頂上溶雪 無凍的溶雪, 我也知道 細菌會沒有那麼多, 但你也知道 我們哪有這樣的時間, 讓它溶, 開了之後 就這樣, 放進去, 浸水溶, 不要煩 大家也要原諒, 因為時間有問題 所以要這樣溶, 十五元也挺多 以前, 一年以前有十元, 但這些好像很漂亮 你看, 都不差 好, 溶好雪, 再跟大家說 這些雞鎚已經溶好雪了 溶好雪, 當然要清理一下 想不到這盒的雞鎚很乾淨 你看, 血都不太多 你看, 比雞鎚更好 它的肉也挺嫩的, 吃得過 十五元, 如果你看到街店有 都買得過, 因為有正牌子 那就要溶水 也是這樣, 像雞鎚一樣 它有血, 要溶出血 但是, 一點點, 跟雞鎚不同 不錯, 真不錯 慢慢溶水 好, 現在溶乾水 好, 溶乾水 好, 溶好再跟大家說 雞鎚要醃一下 醃之前, 都要溶水 因為太濕了 溶到的, 都是溶水 我最近流行了 最近重盤, 經常用這些溶子溶水 十幾元包底 溶乾淨 溶乾淨 醃味就會更入味 醃一點 醃, 用什麼醃都可以 基本上, 用雞粉都可以 我也是用這些 因為我鹽太渴, 這些我吃過 就不太渴 少少就可以了 少少酒下去 因為它始終都有些雪味 剛才你可以用鹽去捏一捏 我看到它這麼新鮮 我就不用用鹽了 加少少酒 加少少生粉 生粉的作用就是 幫手捏一下它 現在, 洗乾淨的手 然後醃它 醃它幾個字 20分鐘左右 我們就做這個 蠔油雞腿 蒜頭再跟大家說 雞腿已經醃了整個小時 我已經醃了整個小時 現在就過來煎 其實就等於煎雞翼 我們過來煎雞腿 當然要加些油 當然 不要加太多 因為它本身都會出油 這次我又不加這麼多生粉 因為我不想煮200分雞翼 因為這樣就是一樣 分別度不大 我便加少些油 如果你有看過200分雞翼 就不想太多生粉 以及不想太多油 慢慢下去煎 哇, 這些雞腿真是值得吃 說真的 先煎 讓它慢慢煎 先收回中小火 因為雞腿是比雞翼難熟熟的 大家要記住 用這個火煎 很久煎 煎完再翻 好, 我煎完再跟大家說 大約小火 煎小火 煎了五分鐘 現在看看它的翻 好, 可以嗎 就要逐一翻 翻 因為一定要細火 它才不會焯 對吧 如果一輪大袋很快焯 其實還未熟 因為這些雞腿 豆腔很多 這是很少買到這麼漂亮 雞腿 下次我買到好的食物 就拍片和大家聽 雖然我不停 我買了兩盒的雞胸,很棒 我下次拍片告訴你我買了什麼 我沒想到買得這麼好 這個也很像剛才一樣 慢慢煎 不過這次我還加了蓋,焗熟它 因為實在太難熟了 我們焗熟它,再和大家說 現在蓋蓋蓋5分鐘 打開看看 你看到它的肉,開始有點膩 但是要記住,蓋蓋蓋蓋蓋蓋蓋不脆 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開蓋 現在開始煎雞翼這樣煎 希望現在可以煎脆 現在開大一點火 開大一點火 現在開始煎脆 現在開始煎脆 煎脆 不要走開 希望那些雞肉讓它脆光光 煎一會兒 因為大火要經常看著它,怕它會焦 好,現在煎好再和大家說 這樣大火煎了一會兒 你會看到了 其實呢,用一隻筷子,捉捉蓋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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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 已經煎入了,即是熟透了 而且你看到周圍都煎得 其實好像光波爐焗爐一樣 不是放太多油 現在就可以了 用肉煎走那些油 好,關火,我們過來這邊 如果你們沒有我的力,就不要煎油 你們用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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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讓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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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加入蠔油 甚至乎你喜歡吃辣椒就加入辣椒粉 辣椒仔奶 完成,我上了一碟再跟大家說 好了,蠔油雞腿出來了 你看看,真是簡單,我自己都笑 有什麼特別呢? 你就是煎熟雞腿,倒些蠔油 它就是不特別 就是這樣 應該這樣說,我特別是這些 這些雞腿,15元這盒在街寶買的 它有這麼好的包裝 我不太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每一隻蠔油都很漂亮 沒有什麼乳黑色 你怎樣煎都可以 其實你用辣椒粉去盛 這些好菜飯就這樣吃 喝啤酒都沒得頂 真的不錯 雪櫃有個蕃茄,我切出來裝飾一下 嘩,這麼漂亮 以後都要買好這些蕃茄青瓜放在這裡 希望我這些這麼簡單的,大家都喜歡 吃飯啦,吃飯啦 青瓜,10元斤 這批蠔漂亮,蠔粗,蠔大 很多小人的,適合小人的 得到大小就大約10元2塊